Hey guys,從我開這個頻道到現在 我一直被問什麼時候會拍這個影片 今天就是Planche Push-ups 怎麼做,我終於想要拍給你們 因為我今天沒有訓練,現在沒有那麼累 可以拍給你們,來! 這個姿勢,第一個項目就是 你要注意到你的手,你的手可以往外轉 或者往後轉,看你的手腕的柔軟度來決定 你可以從往外開始覺得 還可以再轉,哪裡多轉一點,都可以 第二個項目就是你手到底要放多高呢? 你一定要越靠近你身體的中間 所以差不多你的腰 如果你放很高,差不多你胸的部位 或者你上腹肌,動作會越來越難做 所以你們一定要放靠近你的腰 你身體的中間才會比較好做 這個超級重要 OK,第三個,現在已經知道手放在哪裡 我們要開始練習 你們要先挖幾周,習慣一下這個動作 所以要習慣一下動作上面的部分 還有動作下面的部分 你可以從地板開始訓練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腰那裡 然後慢慢把你的肩膀向前移動 再推後 向前移動再推後 習慣一下撐著上面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當你習慣撐著下面還有上面的部分 你可以開始練習更難的 更難的 要怎麼練呢? 你可以把你的腳放上出一個平台 用一個盒子或者樓梯 隨便都可以 這個會加強那個重量 然後過程一樣啊,先習慣一下 動作上面的部分 往前移動撐著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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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動作下面的部分 往前移動撐著往後 向前移動撐著往後 一直訓練這兩個就可以 你們可以花兩三個月 一直練習這兩個動作 當你覺得很舒服 撐著沒有超級累 換地板 開始練習那個伏地挺身 把你的腳靠著一個牆壁 然後把你的肩膀向前移動 試試看這個Planche的伏地挺身 底板的先試試看 練習再幾周 才可以換下一步的progression 底板的伏地挺身練到感覺 滿舒服很順利 把你的腳放上去一個有高度的地方 練習那個伏地挺身 這個要練習在可能 一個多月才可以換到最後一個progression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Full Planch Push Up 但是你們要停下來 如果前面的步驟 你沒辦法做很順利 你感覺很困難 做不到 做不順 你真的不要進行這個步驟 一定會受傷 所以你們要花幾個月練習前面的步驟 才要換到這個 安全真的很重要 你們聽好了嗎? 一開始做這個progression 你可以稍微推上去一點點 用你的腳來扶住一下 一邊踢上去一邊推 推一點點再越來越高 當你可以做到整個距離 但是一樣啊 這個是慢慢來 不是很快速可以做到全部 OK嗎? 還有一個重點 哪一個部位算是這個動作主要利用的呢? 為什麼我一直都不拍這個影片呢? 因為全身都會很累 你背、肩膀、三頭、二頭都會很累 一下背也會很累 所以當天我已經做自己的訓練 再去拍這個影片真的太累死人 所以我一直延後到現在 如果外圍的部位沒有夠強 這個動作要直接放棄 花一年多加強你全身的部位 下背、三頭、二頭、肩膀、胸 再開始練習這個技巧 OK嗎? 不過這個可以算一個肩膀的動作 主要的部位就是你肩膀 尤其是血方肌跟三角肌的前側 但是你的背、下背、胸肌、二頭、三頭 都是來輔助 所以他們也要很強才做得到 另外這個動作的風險其實蠻大 如果你沒有按照正確的步驟一定會受傷 其實沒問題 你受傷的話我超級推薦有些電療機 你可以買一下這個對你肌肉受傷 恢復的速度超級有幫助 所以你們可以買一下 我會把一個連結結構連結 放在資訊欄給你們買一下 加油! 我要稍微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動作不是新手該做的 肩膀的力量真的要很大 而且你肌肉那個控制感要非常好 不然一定會受傷 所以這些progressions你們要按照慢慢來 花六個月一直一直訓練這些progressions 一步一步越來越強 另外這不是教你們動態的blanch pushups 不是靜態的 靜態是另外去練 因為我都是重視那個推的部分 所以我才認真練習那個推的部分 如果你要撐著這個要耳外去練 你可以查一下Vick Street Workout 他好像有拍過靜態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 但是這個是動態 blanch pushups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有幫助的話一定要按讚 你要記得 這個過程不是速成的 慢慢累積訓練量 慢慢練到強一點 不然你一定會受傷 所以拜託拜託 你們不要急急的想要學會 慢慢來 訂閱按讚